哈温定律 说如果有个理想族群 你经过计算 发现这个族群内 各等位基因的基因频率 或者是各个个体 它的等位基因的组合 它的基率符合随机分布 那我说你叫做理想的一个族群 可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理想族群几乎不会存在 因为都会发生很多变化 让你不会完全随机分布 不会完全符合哈温平衡的 那有哪些方式会造成 你不符合哈温平衡 而造成演化呢 下面有一大票 首先第一个叫交配的形式 也就是交配不是水肌 可能是自然界男跟女 熊跟池之间的互相选择 是具有选择的 池鸟喜欢颜色线的熊鸟 或是体型比较大的熊鸟 这叫性责 另外呢人为也可能 我们可能说这个果实比较大把留下来 小种小果实很酸的水果不一样 所以可能是人责 可能是性责 来让你交配并不是水肌 我挑选过后 或是我在交配时并不是水肌的 另外第二个呢 这个比较特殊我们还没交 叫做遗传飘变 遗传飘变它指的是哦 你的等位基因频率 在几个世代之间发生转变 发生转换的这个现象 那遗传飘变是什么呢 我打问号了 代表我们还没交 等一下会讲 不过我先讲它的概念 它的概念叫做取样偏差 先写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取样 你只要生物再发生的过程 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生小孩的话 就会出现取样 比如举个例子 台湾假如有100个人 然后这100个人都能结婚生小孩吗 其实没有的 可能就80个人结婚生小孩 有20个人没有小孩的 好那这是天责吗 这不是天责 因为我没有选择 好那是哪20个人没有小孩呢 随机取样 那谁有机会生小孩呢 随机取样 好本来100个人 我抽里面的80个来生小孩 这80个人所生的小孩 可以代表于来的100个人吗 其实不行 因为中间经过了取样这个动作 而取样的过程 就一定会发生偏差 好那这个造成偏差 就会造成你后来的族群 跟育癌的族群不一样了 那基因的等位基因频率 也会跟着改变 那这个信仰就叫做遗传飘变 也叫基因飘变 好这个我一定要讲的比较仔细 先跳过它 它是取样比它造成的 好接下来呢 我们的基因的迁徙 这个信仰叫基因流动 就是假设大A大A的个体 从假这个族群 迁移到乙这个族群 那我就会说 假这个族群的大A少了两个 乙这个族群的大A多了两个 那这样你大A他的基因频率 就会跟着变啊 这叫做迁徙 或是用现在的说法 叫做移民或通婚 好那在我们学术上 叫做基因流动 基因流动了 好接下来下面是遗传变异 你的大A突变成小A了 你的大A就变少 小A就变多 也改变了等位基因的基因频率 这叫突变 好最后一个是生殖率的差异 就是每一个个体 他能够生小孩 并且把基因网价传递的机会不同 这其实就是指天折 不是每个人传递每个基因的基因是一样的 某些基因的传递会比较顺畅 有些基因的传递会容易被天折掉 比如说大A就可以传递 小A是个隐性的疾病 可能会体弱多病 或是没办法结婚生小孩 那这就是天折 天折跟遗传标片不同 遗传标片没有选择 只是随机取样 就造成偏差 而生殖率的差异者是天折 天折是有分歧型天折 方向盈天折或是稳定盈天折等不同的天折方式 这么多方式都会造成你的变化 那我们就先解释到这里 所以你只要这个族群内发生某些机制 让你的等位基因频率 或是形成你的个体的基因型 并不是随机分布 代表这个族群 它的等位基因频率就不会恒定 而是会逐渐的改变 那就是演化在发生 好那演化发生的机制 这边列出来都是 那只是你要研究 今天我的等位基因发生改变 是因为交配形式有出现性责吗 还是遗传表变造成 还是因为突变 还是因为有天折 有不同的机制会造成 你的演化时发生 你没有形成遗传平衡 你没有符合哈温定律 好以上先解释到这里